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来的不一定最早 但给的肯定最多的大看板 欢迎来到我们每月的新游月报节目 三月我们整理的头部产品数量相比二月没有那么多 这期推荐的游戏数量从25款下跌到了14款 但这14款的质量绝不逊色于上月 甚至有一款已经在大看板的年度最佳游戏候选名单中了 说的就是这款 卧龙 苍天陨落 Fallon Fallen Dynasty 本作为人王系列开发团队T Ninja亲情打造的暗黑三国诸死游戏 以东汉末年的中原大地为舞台 玩家将化身无名义勇兵 运用融合了中华武术精髓的剑技动作 踏破妖魔横行之乱世 目前看来 从游戏的首次公布到现实试玩 再到多段放出的媒体内不是玩录像 整个宣发一气呵成 没有跳跳延期 也没有什么负面新闻爆雷 这种不拖泥带水直接上真家伙的做法无疑是增强玩家购买信心的 当然本作也确实有真家伙 后台于人王本就成熟的动作系统 收作减法后加上了跳跃 气势槽等不算新颖单恰到好处的改进 让游戏更符合中华武侠和古战场氛围 虽然大看板我只玩过第一个试玩版 但已经足够让我这个前年给人王二打几个分了黑子录整粉了 如果还有错过之前试玩机会的小伙伴 这个月的24号游戏还会开启试玩 可以借此机会再度体验 最后的好消息是 本作是确认首发加入XTP的 大看板是真的找不到拒绝它的理由了 如果你是索尼玩家或Steam玩家的话 预售也早已开启 Steam版售价298元 PS版售价402元 各位酌情选择 最后生还者重制版 The Last of Us Part 1 这次是Steam版 用的是去年9月PS5重制版的版本 无需多做介绍了 无论玩法和剧情 相信各位玩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 大看板在去年9月的月报中提到重制版的时候 婷语是有些刻薄的 毕竟高尔夫的伤痛难以抚平 但是 随着近期HBO剧版的优秀表现 大看板的内心又有点被软化了 小熊女虽然长相和爱丽香去甚远 但演技太好了 曼达洛人红毒神演的也没毛病 加上对原作高度致敬的态度和一些锦上添花的小改动 关键的关键还是原作的底子太优秀了 每一个出动人心的场景都仍然历历在目 搞得大看板看剧的时候都有点热泪盈眶 甚至有点期待剧版第二部的灰干角度了 那这次趁热打铁 如果各位也和大看板一样被剧版打动的话 也许没有比现在更适合购买重制版的时机了 重新体验一遍爱丽和乔尔的旅程 验天堂没有高尔夫 生化危机死 重制版 Resident Evil 4 Remake Hepcom制作的经典恐怖动作游戏 居戏游戏将对原作的基调做出一些改变 制作团队更倾向于开发一款受原作启发 但融入新元素的游戏 卡普空的这碗冷饭有没有碗皮狗的闹碗香 很难说 毕竟四代已经被复刻重制过无数遍了 系列最终时粉丝我相信都已经玩完了 正好大看板作为一个对生化危机系列不敢冒的老玩家 试证美怎么玩过四代 从一个路人角度来看的话 我倒觉得和以往只是高清画面简单修改游戏内数值的复刻不同 卡普空在这几年越来越熟练掌握RE引擎的使用后 将最受玩家推崇的号称越监视角TPS里程碑作品的四代 拿出来炒这么一炒 还是有他们自己的考量的 和空二和三都重制了 不重制四难道重制维罗尼卡吗 好像是应该重制维罗尼卡的 总的来说 上一次三代重制版的拉快 只是因为原作体量就不大的原因造成 四代有如此良好的基础 新玩家完全可以当它是一款新时代搭作来期待 老玩家也可以体验一把新引擎在老动作设计系统中的表现如何 我觉得没毛病 游戏的预购已经开启了Steam版的价格是348元 主机版则是380元 各位酌情选择 0 月时的假面 Vetal Frame Project Zero Mask of the Lunar Eclipse 本作在2008年于日本发售 是和风恐怖冒险游戏零系列的第四作 继2021年发售的零如鸦之巫女后 零系列的名作将再次美丽复苏 通过月光和手电筒的微光 探索岛上昏暗的阳馆与废弃医院 查看过去的报纸或备忘录 逐步揭开那个阴森的事件的过去 以及主人公失去的记忆 慢慢接近故事的真相 本月的第三款重制版游戏 老夫都已经惊呆了 这期的标题都有了 冷饭一吃一个月 虽然是重制版游戏 但是和生化危机一样 老夫对恐怖游戏都不是很感冒 没有经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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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甚至请来了原版Shodan的配音演员来为这个最具代表性的反派人物配音 见证有史以来最伟大 最有影响力的游戏之一的重生吧 在老夫还穿开当裤的年代就已经久仰大名了 但是虽然标明了三月发售 却没有标注具体发售日 估计会有一跳 莱莱莎的炼金工房三 终结之炼金术士与秘密钥匙 本作是莱莎秘密系列的第三部作品 描绘了莱莎等人最后的冒险 游戏中的原野由多个地图无缝连接而成 无需载入即可自由移动的开放世界 队伍成员也多达11人 不仅能再次见到前作中登场的角色们 还有作为故事关键的新人物登场 核心系统 可在多种场景中生成的钥匙 有许多种类与效果 可在探索 调和 战斗等多处实用 上个月的文案还能用一次 偷懒总是让人很开心的事情 冲突 混沌神器 Clash Artifacts of Chaos 曾多次跳票 画风奇怪 你扮演隐士 是已居在奇诺奇科这片其一大陆的武术大师 你遇到了布瓦鸟 这只小鸟拥有神秘力量 它引起了神器女主宰连体怪的注意 你决定保护布瓦鸟 但并未察觉有几股更强大的势力卷入其中 玩家可以在冒险中学习各种武术 并根据情况 敌人类型和个人喜好自由交替 胜利可让你改进特性并升级攻击 以便形成专属的独特风格 上个月的文案又用了一次 别提有多爽了 小小世界 Smalland 这是一款多人生存游戏 在宽广而为基斯福的世界上谋求生存 你如此渺小 被巨大的生物包围 位于食物链的最底层 良好的筹备是生存下来的关键 一位小视角探索庞大而开放的沙盒世界 利用大量的升级物品与自定义内容 建造基地与庇护所 通过任务与分散各地的隐藏NPC 探索Smalland背后的传说 这个月比较抓人眼球的联机生存游戏 不介意巨型昆虫 也没有出手PTSD的游戏主播 建议尝试 猎天使魔女起源 塞雷莎与失落恶魔 Bayernet Origins Sarah the End the Lost Demon 本作是讲述了猎天使魔女的前传故事 介绍塞雷莎是如何成为贝佑妮塔的 玩家在游戏中扮演小女巫塞雷莎 小拯救被囚禁的母亲 游戏的玩法就是穿越森林 解决谜题 并幻想的生物战斗的动作解密冒险游戏 看到画面我都不信 这是白金工作室自己做的游戏 最起码我也觉得是个外包产品 但省古英树说 这就是他们做给不爱动作游戏的玩家玩的 那好吧 虽然大光头并没有什么可信度 但是游戏是switch独占 任天堂把关 行之不会太差 对贝姐感兴趣的爱好者也可以考虑本作 但是我觉得对贝姐感兴趣的 都不是冲着萝莉贝姐去的吧 反正我不是 虚构世界二 信条谷 Figment 2 Cred Valley 一款动作冒险游戏 场景设置在人的思想里 噩梦统治了这片曾经平静的土地 他们四处散不混了 玩家将和思想的勇气担当挥挥一起 解开谜题 加入音乐头目站 游历别具一格的场景 直面你的恐惧 和上面的幼年被解释同一个类型 放在这里除了给大家从画面上做的对比外 也因为这游戏也确实跳票多次 我都不记得在几期周报月报里见过这货了 我就记录在这里 到时要看看他还敢不敢再跳了 好了 3月2日 Bpps T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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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ки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